北京时间1月28日,胡人官方,更新今日,对阵西6人的伤病名单,詹姆斯的名字,重新出现在其中。 名单上显示,詹姆斯左膝酸痛,今日状态是questionable出战乘1,上场可能性50%,赛前热身后,詹姆斯的状态,改为out休战。 胡人记者Marco Corvo表示,詹姆斯的膝盖状况来得很突然,因为24小时前,胡人的伤病名单上,还没有他,而且此前詹姆斯也没说过,自己的膝盖,有任何不适。 但是,胡人官方,还晒出了胡人前往费城参赛的照片,从布鲁克林,到费城,只有150多公里,这一回,他们的交通工具,不是飞机,而是火车。 詹姆斯一手拿着手机,一手握着瓶水,冲着镜头,做鬼脸。 浓眉,则玩着笔记本,微少一脸平静。 医学专家Evan Jeffries在社媒上表示,胡人有背靠的要打,詹姆斯左膝酸痛缺战很正常,因为,这可能是休息的代名词。 我猜测,不管他打不打,赛前,都会热身测试一下。 不过,如果詹姆斯真的膝盖出现酸痛,那么Jeffries也提出两个疑问,其一,这个伤病,是上一场比赛,造成的吗? 其二,或者是过去20场比赛,积劳成疾。 詹姆斯上一次缺席比赛,是在去年12月1日,他因新冠误诊,而缺席了,对国王的比赛。 Michael Covo表示,胡人不只是背靠队,他们是四天三战。 今天,他们客场打76人,明天合场打黄蜂,而北京时间下周一,他们将在客场,对阵老赢。 对于37岁的詹姆斯来说,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。 赛季至今,詹姆斯场均出场36.6分钟,创胡人生涯新高,场均贡献,29.1分8.8篮板,6.3助攻,场均得奔,排名第二,距离榜首的杜兰特,29.2分,只差0.1分。 胡人目前24,胜24负,他们正在一波六联克之旅中,前三场客场,胡人二胜一负,他们诈胜魔术和篮网,输给了热火。